曾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高级战略顾问的史蒂夫·班农被捕 他被控在为修建美国墨西哥边境围墙筹款中有七大行为 与班农一同被指控的还有另外其他三人 史蒂夫·班农曾出任特朗普竞选团队负责人 帮助特朗普打造美国优先的竞选宣言 被外界认为是特朗普2016年大选获胜的功臣之一 修建美国墨西哥边境长城 也是特朗普当年关键的竞选承诺 特朗普当选后 班农曾出任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 但由于后来与特朗普在理念上出现较大分歧 于2017年8月被解雇 美国司法部说 班农等被告在筹款项目中欺诈数以万计的捐赠者 我们建墙重重项目总计谋得2500万美金 而班农在这些筹款中至少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 其中一部分用于他的个人开支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代表检察官斯特劳斯说 班农、科法奇、巴多拉托和谢伊利用数十万捐赠者 对修建边境墙 为此募捐数以百万计美元的兴趣进行欺诈 谎称所有的钱都会被用于修墙 但其实班农本人通过一家他控制的非盈利组织 至少吸近100万美元 我们筑墙项目的创始人科法奇隐蔽获取35万美元 用于个人支出 所有私人都被控共谋电汇诈骗 共谋洗钱 每项罪名最高可获监禁20年 事发之后 面对昔日身边的高餐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我感到非常难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没有与他打交道 对那个项目一无所知 我不喜欢那个项目 我以为弄那个项目是出于炫耀的原因 对班农来说 这是很悲伤的事情 对于特朗普这番话 小编不免听出了一些卸磨杀驴的意味 毕竟特朗普对于在美墨边境建墙这件事上 曾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执着 基本可以说是他刚上台以来最迫切做成的事情 结果现在却失口否认 说一切只是为了炫耀 这种迫切的甩锅行为 有点不太能让人信服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